台湾问题是一个专业名词 它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 它是中国的内政 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毛主席党中央准备一鼓出气解放台湾 当时在华东地区已经集结了50万的兵力 当时解放台湾是有可能的 因为国民党军队刚刚退守台湾 力度维稳 公司都来不及修建 美国当时要不要还支持国民党当局 有一点犹豫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的重兵都集结在朝鲜半岛 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解放军 趁这个机会解放台湾 所以6月27号 美国派海军敌气借待开进台湾海峡 这样就使得我们解放台湾 当时就很困难了 不得不延迟了 朝鲜战争53年几岁以后 毛泽东和党中央 还是准备烧架修正以后 55年解放台湾 但是就在50年的年底 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 把台湾直接置于美军的控制之下了 这样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不但要和国民党的军队作战 还要和美国的军队打仗 当时我们的海空军力量很弱 所以解放台湾不得不延迟 到1979年 中美建交的时候 应该算的形势好卷了 因为中美建交的时候 我们坚持三条 第一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 断绝官方的外交关系 第二废除美台协防条约 第三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 但是就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以后 三个多月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个 与台湾关系法 他宣称要继续承担西方台湾的义务 所以台湾问题72年了 迟迟一直未能解决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一直在进行干预 使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 非常的复杂 所以美国 它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最大的一个外部障碍 可以解决煩台湾的号机 可以解决新给大家